其实除了雷神 寡姐也是一位用电的艺术家 今天就来捋一捋寡姐的那些电击武器 第一个 万步电击器 该武器配戴于寡姐的右手手腕处 使用石灰释放巨大的电流 将敌人击倒 蚁人就曾被此武器电飞过 可如果遇到不导电的物体 则会彻底丧失作用 并且此武器必须要和敌人零距离接触 才能达到有效打击 这不免增加了使用者的风险指数 因此在每对三中 咱们可以看到 该武器还做了改造 可以短暂飞行打击目标 虽说电量大打折扣可胜在灵活 二 电击片 此武器第一次出场在钢铁侠二电影当中 而在每对二里寡姐 也利用电击片短暂麻痹了冬日战士的金属手臂 看得出其威力和给人造成的疼痛程度最为强劲 三 电击棍 相比较罗德上校的巨无霸 寡姐的电击棍却显得十分轻便小巧 她能有效地防御物理攻击 并且在面对钢铁之身的傲创军团 也能一击毙命 四 电击长棍 此武器属于电击棍的加强版 外观上看 材质有所改变 在接触或者打击到物体时 会释放高能电量 寡姐就曾拿着她与农装女打的友来 有回难分胜负 其实除了这些电击武器外 寡姐使用最多的武器就是小手枪 在她还没加入复联的时候 这一直以来都是寡姐的贴身装备 虽说比不上其他复联成员的高大上的科技武器 但在解决小麻烦时这个装备绝对是效率最高的 值得一提的是 她曾天真的以为面对浩克也可以用它来护身 可实际上寡姐的最强武器是浩克 暴躁的浩克 只听从她的派遣 也只有她才能让浩克瞬间温柔似水 不得不说寡姐真有一套 那么你还知道寡姐有哪些装备呢